16. 信報財經新聞 護老人手短缺需引外勞解決 2015年7月22日時事評論 A14中志強今年5月 劍橋護老院發生涉嫌若老事件後 議員戴聲疾夫 指責政府沒有嚴密監管有關行業 特首則把問題歸咎於土地問題 社會福利處最後只得順勢把等候續排的劍橋護老院除排 隨後社會對此的討論復歸沉寂 但一直為社會救病的人手供應問題 無論政府或議員軍三監其口 要認真提升安老院的服務質素 不者相信 只有大都闊苦引入外勞一途 加強監管無助長者權益若要理解安老行業的狀況 審計處2014年10月發表的為長者提供的長期護理服務審計報告 下稱審計報告 可提供非常詳盡的資料或數據 其中就安老院社提供的人手 如 表 所示 沒有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社的比例 指及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看老院社的一半和資助 縮委的三分之一 而私營安老院正提供服務與大約3萬6000名長者 不包括買位 當中包括大約1萬名以在資助 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策上的申請人和2萬6000名中援長者 此外 社會福利處法部的看老院實務守則的人手標準 一個高度照顧安老院每60人一整天所需要的人手編制 扣除主管後約等於9.5名工作人員 按一間8小時計算 這樣的編制更只有政府買位計劃的三分之一 如果政府買位計劃人員編制是在一個合理的要求水平的話 那麼安老院實務守則對高度照顧安老院的要求 只有買位計劃的三分之一 肯定是不符合現實的 即使有關院社符合守則 亦不可能提供合乎社會期望和老人權益的服務水平 加強監管也事徒勞 要改善服務 必須大幅度加強人手比例 而且刻不容緩 按政府提供的數字顯示 2015年3月年從事會養院和長者住宿照顧服務行業類別的有22626人 職位空缺有2000個 業內估算職位空缺已達5000個 而從事住宿護理行業的前線員工大都市50歲開外 快將退休 十年之內2015至2025老年人口將進一步增加 65歲以上的長者人數由111萬上升至174萬 80歲以上的人數由32萬上升至39萬上升20% 目前香港入住之座或私營安路縣的約有25000人和36000人 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策上的有31137名符合資格的申請人 立法會議員提問的2015年4月數字 其中1萬人現證居於私營安路縣 其餘21000人居於社區 按照這些數字 估算10年後將有超過10萬人需入住安路縣 包括100%中央輪候策申請人 比目前安路縣的住宿人數上升60% 另一方面 護理行業基層員工的工作性質與家庭用工接近 香港外傭人數約有32萬人2013數字 即是30多萬有正常收入的家庭可以低廉的外傭用工輔助家庭起居 但數萬年老長者依賴中緩入住老人縣卸 反而無權享受相對低廉的外傭用工輔助生活起居 這使不公平和離地的政策刊牌 如果香港社會不能透過本地招聘滿足本地家庭用工的需要 社會實在沒有理由相信我們可透過某些本地培訓計劃 便可推動足夠的本地新人入行 滿足不斷上升的護老前線員工需求 要確實提升私營安路縣的服務質素 必須輸入外勞 假設私營安路縣的人手編制要比今天增加兩倍 不且估算十年後護理行業的人手要求可達到五萬人 如果現時大部分五十歲開外的工作人員到時已退休的話 這樣在未來十年間要全數滿足以上護理行業的人手要求 那麼每年便需五千人填補行業從業員的人數 未計新人流失 不且認為政府應從速修訂政策 容許一半以上護理行業的人手要求 約二至三萬人 由外籍員工填補 這樣只會輕微增加外籍容工類別人口的6% 對勞工權益不會有明顯影響 外勞政策與外融漢西政府透過再培訓計劃 吸引中年轉業者或新移民加入保健員行列 近日進一步1.47億元推出青年護理服務啟行計劃 希望於未來幾年吸引一千名年輕人入行 為在香港目前相對富裕和就業充足的情形下 有關計劃多數浪費彈藥 事實上 年輕人如果不是真誠願意投入護老行業 而又有更喜歡的個人選擇 社會何必強推年輕人投入護老行業的基層工作呢 就輸入外勞方面 政府通過補充勞工計劃容許按老院聘用外籍員工 但申請個案須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意見 以及須獲勞工處處長批准 而且須以本地市場薪酬拼請 目前的成功個案只有數百個 予以萬計的未來空缺不成比例 安老院人手不足 受苦的指示長者 為了老人的福祉 社會應該考慮把招聘外籍家庭容工 與在安老院社工作的基層職務的政策合併 特別是老公界的代表委員 應在工人權益、消費者權益與老人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入住安老院的老人應與一般家庭一樣 有同等權利、間接 以同等酬勞聘用外籍員工協助生活起居 政府應廢除要求安老院通過繁複無效的程序 嘗試本地招聘或已高於外籍容工本國的薪酬聘請他們 在安老院社工作的外籍基層員工的工資與外籍家庭容工相約 可讓私營安老院大幅度提升人手編制 中志強號時事評論或老人手短缺需引外勞解決 音樂的心想